咋回事咋回事 大熊竟然考了100分 不仅在学校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学霸 就连唱歌中国功夫都甩胖虎好几条街 难道大熊要从此变成人生赢家了吗 大熊抱头大叫完蛋了 至于明天有数学考试 克兰胖子却无动于衷 只顾着口中的铜锣烧 如果这次大熊再考0分 就要从幼儿园回炉重造了 克兰胖子一口一个铜锣烧吃得贼香 大熊气得血压直接上头 但兰胖子认为这只是撒娇 放下茶杯开启说教模式 让大熊好好反省 什么才叫烦恼 看来不知上京的大熊 也是兰胖子的烦恼 被教育了的大熊 只好从作业下手 可老妈却在这时 让大熊去当买灯泡的跑路工具人 兰胖子本想带跑腿 可跑腿也是教育的一种 不是吗 学习被打扰 三分钟热度的大熊 瞬间就想放弃了 兰胖子掏出能力磁带盒 拿出马拉松选手磁带 塞进了大熊身体里 大熊化身神型太宝 分分钟买回灯泡 取出磁带 蓝胖子本想收回道具 可大熊膀胱一扫 发现了数学家磁带 有这好道具 你咋不扫给我呢 小气鬼小气鬼 说的蓝胖子直接自闭 您请慢用 大熊也不客气 数学家磁带入体 瞬间智商朝爱因斯坦 一加一什么的难题 简直太简单了 第二天 大熊带着磁带去上学了 可蓝胖子却若有心事 看这步伐 像不像村口的老大爷 大熊靠着磁带 不仅数学考试拿了满分 据连汉字美术都不在话下 回到家的大熊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 完全没有在意蓝胖子的表情 蓝胖子感慨道 如果我不在的话 或许会是一件好事 这时 蓝胖子来找大熊打棒球 以报大熊独自拿100分的筹 可没想到 大熊凭借磁带 鸡球回回拳雷打 整个胖虎和小夫怀疑人生 大熊整个人都膨胀了 化身魔术师 变出一堆玫瑰花 而后化身歌手 收获了一群男女生的芳心 可你当着胖虎面前唱歌 这不是让胖虎气到虎山喷发吗 眼看小伙伴 交命丧虎拳之下 大熊不急不慢 拿出中国功夫的磁带 一声 来了个双杀 现在的大熊 你们可惹不起哦 吓得虎夫二人 跑回家找妈妈 拼借一箱磁带 大熊成功登顶 人生赢家 磁带基本都试过了 唯独一盘思考者磁带 随着磁带的入体 大熊开始思考起人生 今天的一切都归功于这箱磁带 而自己仍然没有任何进步 相信蓝胖子失落的背景 更是怀疑蓝胖子要离他而去 虽然这有一天蓝胖子会离去 但自己却也要成长 只要不放弃 一直努力 终有一天会翱翔于天际 回到家中的大熊 逐都归还了磁带香 感动的蓝胖子 就要把铜锣烧奖励给大熊 可大熊却觉得 学生就应该先做作业 虽然一加一对于大熊来说 有点难 可只要努力 终会知道等于二的 人生就是这样 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 但不努力就更不会有收获了 所以小伙伴们也要努力哦 那么除了大熊 用到的几盘磁带外 小伙伴们还希望 有什么功能的磁带呢 小伙伴们